5月下旬广东爆发疫情至今 官方宣称 上亿人口的广东已有预4000万人接种了疫苗 然而广东的疫情却不减反增 日前疫区已由疯抢疫苗到停止接种疫苗 而同期的上海市民接种疫苗意愿不高 当地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招揽人民接种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强制民众接种疫苗 还有上海市民抱怨 去购物竟遭到商场保安的拷问质疑 没有打针 网友纷纷批评 此举是侵犯了顾客的公民权 中国又有禽流感 陕西红解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爆发H5N8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超过4200只野生禽鸟死亡 官方宣称 今年以来中国境内接获6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死亡的全都是野生禽鸟 疫情为点状分布态势 不过6月1日 中共卫健委才通报了全球首例 人类感染H10N3潜流感的病例 引发广泛关注 中共建党百年前戏 习近平8日走访青海藏族自治州 打造关心少数民族形象 不过境外藏人对外媒透露 当局不仅大肆抓人进行维稳 还上演一番藏人光鲜亮丽鼓掌迎接的大戏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被传失事失宠的中共副总理刘鹤 也出现在习近平考察青海选的镜头中 外界认为这是中共特有的辟谣方式 继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明之后 又一来自中共四大坏账银行的金融巨鳄 副总裁级别以上落马 6月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中共党委委员副总裁胡小刚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被调查 有知情者透露 胡小刚涉案金额不小 新浪台电视整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